五星期飯店裡一群人開Party 狂歡把影片PO到線洞上 仔細看小桌子上 竟然有人拿出K盤 上頭還有白色粉末 PO文的竟然是景磚女學生 長髮皮肩皮膚白皙 社群軟體貼出實習工作照 半讀POP影片曝光後 立刻被轉傳 有PO文者大罵 保險櫃直接變成拉開桌子 真的堪憂 建議復學 直接驗尿 事隔一天 警方到飯店拍照搜證 並且帶回警磚女學生和男友 但網上已經罵聲一片 說學美學壞了 敗壞警記 不太除學校可以關一關了 難怪說警察素質堪憂 照片中一次出現有白色粉末物體 這起事件發生在二十二號 墾丁的五星級飯店內 警磚女學生因為手痛辦理休學 和男友以及一群朋友狂歡吸毒 還高調PO網 事後女學生說白色粉末 誓言八否認吸毒 但男友則坦誠打臉女學生 周姓女學生雖實口否認 警方仍將採集尿液送宴 警專也發出聲明 女學生違反紀律 嚴重影響校域開除學籍 也會加強全校品德教育 指示警專女學生高調半度趴PO網 學校臉面無光 記者上傳王書宏屏東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